昨天讲的六祖谈经 有一个典故没讲到 六祖讲说本来无一物是六祖吧 神秀讲说身如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是神秀吧 可是讲本来无一物的 留下全身色力 身如菩提树的 你根本找不到 你这个为什么不当公案参一参呢 你下次到南华寺里六祖师 你心里在观 祖师不是说本来无一物吗 那怎么留下全身色力呢 所以有时候行者要在这个上面 要去体会祖师的视线是什么 以我们现在的初心去观 那祖师的意思就是什么 你能以此相为六祖吗 不能吗 六祖不是此相 六祖已灭 他不是此相 你能离此相 离开此相 找到六祖吗 也不能吗 所以你不能捉持任何相 以为修行吗 本来无一物 你不能没有相 能够入本来无一物啊 所以身如菩提树 所以六祖穿戴袈裟 还不会坏的 还有过去有人想要去偷 六祖的手机 砍都砍不掉了 那才叫做金刚 那体会祖师现象 本来无一物的现个全身设立啊 身如菩提树的就找不到了 你身如菩提树念念之间 我们行者的行义要念 要向根本性中的信工本来的担当去投入 所以不必更留心机 那本来无一物 那是要知道 既然本来无一物 所以他才能够开启大话 皆以一切众生嘛 所以同入此会 诸来法众 所以未现状言 这是中门公案 有的时候你去六祖南华寺 重新离离看 搞不好再离一次六祖 回来心中的体会 就会不一样 所以将来你是会在一切像中 你不舍一切像 但是你也不会着于一切像 不会着于一切像 这才是中门之中念念告诉 现代行者的下手处 所以你可以借一切像修行 但是在这修行之中 你念念之间要看到什么 就是看到你根本无助的决体 因为哪一个像不是决体中限的 你目的是要振到如是决 当你振到如是决时 这一切像中的威德 它就是回入如是决 也叫涅槃 也叫入涅槃